食药署长吴秀梅亲自在门口迎接 永灵基金会由郭台铭夫人曾欣盈代表 拿着厚厚文件周二中午正式到食药署递件 申请一秒专案输入 信封里头是厚厚一本文件夹 指挥中心要求包括执行计划书 供货时程有效旗舰原厂授权书等等 八大文件统统被齐 使命非常的重要 希望可以顺利成功 那也希望我们的政府跟指挥中心 都有听到我们人民的心声 完成申请程序 食药署长吴秀梅还一路陪曾欣盈走出大门 闲聊间也透露出政府碰壁的无奈 你们去接下来都给我们的朋友 我们说尽力 我先说欠他们签名的 结果又会费 指的就是跟BNT的合约 等不到对方签完回传 而郭董宣布要协助采购疫苗后 周日在脸书宣示72小时内拼文件 只花40小时就备齐 郭董前一天在脸书po出的照片 也透露端倪 日出美景加上台湾全岛移民六个字 就跟地鉴信封戴上的一模一样 据了解BNT疫苗价格 每季在30美元左右 郭董打算买500万剂 就要1.5亿美元和台币45亿元 加上冷链空运 还有报关费用 估计要花百亿台币 我们也谢谢郭台铭先生 非常积极地办理这事情 永林基金会这边送出来的案子 就很具体 不过台大感染科名 李平颖却在网路电台节目上爆料 听说郭董买的疫苗快到期 质疑进口台湾后 加上封建检验时间 可能已经过了有效期限 对此永林基金会执行长 刘又彤在脸书回应 李平颖受访时 文件都还没送到食药署 也批评听说 并不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 警官署门口四大纯白花篮 分别写着 耳缝耳禄 明高明知 夏明应虐上天难期 是名嘴朱学恒送的 要批评官员 无视民众死去 但也被认为 好似告别式花篮 陈世忠一贯的温和淡定 不过行政院长苏贞昌 看不下去 发文谴责朱学恒 这行为非常不恰当 诅咒努力工作人 不符合善良厚道 陈世忠经长以办公室为家 可以想象防疫多么辛苦 台湾应该团结 不是把彼此当仇敌诅咒 你不能因为他都是四个字 然后四句话 就觉得他是诅咒 还请苏贞昌院长 回去多多读书 每一天的确诊人数 每一个死亡 死亡的人民 都是我们的国民 请大家要继续努力 把疫情控制好 不要忘记了我们的责任 是善意的规劝 如果有人要送我花圈 花束花柱的话 请大家多多支持花农 如果是送像这样子白色的花 你也会接受吗 会 请送给我各种各样 你觉得好的花 有白花也有红玫瑰 民进党立委 中瑞熊幕僚带头送花 为防疫团队加油 新冠病毒打破台湾 一年多来的安逸 城市中近期 针对机组员放宽检疫 离岛快筛 疫苗进口等多个问题 态度不一 多少也让自己流失公信力 提北圈章志明 陈永文台北报道 疫情还在烧 政府采购疫苗数量不如预期 民间想出手协助 却四处碰壁 还有佼佼八项送审资料 引发民怨沸腾 博士刁难一说 事实上在印度 辉瑞跟莫德纳两家药厂 也婉拒地方政府 采购了询问 标明只跟中央谈 包括郭台铭 张亚中还有佛光山等等 都有意愿要购买捐赠 却吃变了闭门羹 更传出有国内疫苗的炒股说法 行政院长苏贞昌 紧急止血宣布成立单一窗口 由经济部内政部分别受理 企业跟民间的请求 而总统蔡英文特别强调 会跟民间共同努力争取疫苗 而这些都跟原先强硬 得由中央主导的立场完全不同 那会不会感觉 说和指挥中心的立场 有一些不同 那蔡总统还有苏院长 他们有没有跟你沟通过 会不会感到压力 针对施压问题 陈时中并没有正面回应 但从新的动向来看 民间购买疫苗提供国人施打 或许有看见了一丝曙光 TVB新闻 严瑞生 吴轩同家人科台北报道 我们正本给了卫福部 副本给了这个防疫中心 就是这个中心 所以今天是非常清楚的 讲话有些激动 他是孙文学校总校长张亚中 神称跟大陆牵线要捐 台湾一千万剂疫苗 5月31号中午 也已经到卫福部疾管署 递出申请公文 明明对方都收下来 隔一天指挥中心副指挥官 陈宗燕先说没收到 指挥官陈时中 则给了这个答案 也就是说张亚中想捐 却也希望政府来教他如何申请 但目前还没得到回复 正难道也是因为跟大陆有关吗 尤其杨延要阻挡日本 转卖给我方的大陆 其国台办再对台湾喊话 这是代表大陆会协助捐赠疫苗吗 尤其这一军命运共同体 在两岸紧张气氛下 似乎也挑起被统战的敏感神经 这种事情如果还要跟政治扯上关系 就非常奇怪了 我常常开玩笑讲 假如今天是一个台独的 他就算打了大陆所送的疫苗 他还是可以主张台独啊 大家共同来捐赎 他们一定会得到北京的 国台办的某种程度的莫可 张亚中画风一转 也谈言大陆官方台面下 多少有在运作 更强调捐赠的疫苗 绝对会出示原厂出货证明 不会有问题 更不会出现国际频传的 山寨疫苗事件 民间团体纷纷发起捐疫苗 但政府也小心翼翼 不愿照单全收 TV微信花售美联想台北 采访报道